大家好,我是Trisha,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亞特蘭大有利可逃,歐洲聯賽16強,在星期五凌晨展開多場比賽 其中利華古順將主場對亞特蘭大並展開雙方的次回合比賽 亞特蘭大首回合是力克利華古順,而亞特蘭大次回合只要保持不敗便可以晉級 所以說他的壓力相對較小,所以這次值得看好亞特蘭大 去到3月,古順是一勝難球,先坐下迫和班霸拜人 依靠的是對手贈送的烏龍大禮 之後又在16強首回合中不敵亞特蘭大之餘,單場失了3場比賽 這兩場硬仗沒有踢好,導致藥廠在上一輪德甲中主場 被實力不及自己的科龍攻陷,他們目前的士氣極之低落 連續3場比賽都有失波反映了利華古順在防守上有一定漏洞 在今屆歐洲聯賽分組賽階段,他們的坤場失球數接近1個 另外,利華古順目前在德甲正處於爭死的關鍵時刻 他們與身後的RB 內比石,費雷寶以及可分咸之間的分差很少 一周雙賽對於藥廠來說確實壓力很大,始終球隊非常重視聯賽排名 這個直接關係到可不可以參加下一屆歐冠? 今次面對來勢洶洶的亞特蘭大,利華古順並不敢放手一搏 在陣容方面,前鋒比拿拉比和中場韋特斯都欣賞缺陣 在首回合的比賽,憑著兩名攻擊手馬連路夫斯基和梅利爾聯手見宮 尤其是梅利爾上演梅開爾道,亞特蘭大最終3比2逆轉利華古順 在兩回合的比賽中,佔得先機 作為一支二甲的新球隊,亞特蘭大原本是參加今屆歐冠 來到歐洲聯賽中,顯然他要比很多球隊高出一班 至少不會比金將對手的實力差 來到富家賽中,亞特蘭大曾傷勢奧林比亞高斯,表現值得肯定 陣中攻擊手馬連路夫斯基在最近兩場歐洲聯賽中都有貢獻入球 個人腳鋒大順,今次次回合,這位烏克蘭球星依然是球隊克迪制勝的關鍵人物 另外,對比處於連敗中的利華古順,亞特蘭大近兩場比賽不是贏球,而是禍球 整體表現略勝一籌,亞特蘭大今仗有望海旋而歸 陣容方面,前鋒沙帕達還在養傷名單當中 喜歡這條片的話,就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 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 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